我们不是一个美食节目好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延祺今天来当傻子了 把节目给我吧 FREESTYLE挑战规则夜市是充斥着热闹生活烟火气的场所 今天你的挑战将在这里展开 以下是本次挑战的规则 一由侯友区成员挑选夜市小吃 二三大王品尝侯友区挑选的小吃 并用即兴说唱的方式表达对食物的评价 大吃特吃的夜晚即将开始 走 我已经累了还没开始我已经累了 这里好多人啊 我近十年没有见过这么多人了 是这个是吗 这个可能跟我讲的不太 这个是好吃的呀 瞧这个恶魔料理的过程 我很害怕 你好 你好 最近的说唱水平扭移手一下降了很 就是FREESTYLE的水平下降了很多 因为没有这个机会练习也太久没有练习 不得不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非常难吃 我已经不太行了朋友们 我已经不太行了这个东西 我从来不吃辣的加甜了 跟着我的脚步给我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 这个食物的味道 像给我戴上了一个手铐 让我不能行动 我一点也不心动 它的口味如何 它的口味啊 它的口味那么感觉像吃了有点狼狈 我现在感觉明天可能我的蓝尾都会变痛 它像是一个什么水果的变种 形容一下你口腔中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 发生的变化首先它第一个味道是辣 它有一点辣一点都不害怕 它有点像是吃了辣椒 辣椒里面掉进了一点水果的渣 我现在特别想回我自己的家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对这个料理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只是觉得可能我要吃的少一点 但是真的非常的酸臭 让我把这个世界给看透 然后它印得像个砖头 我现在特别想 如果它是球的话 我真的想立刻传球 想跟我的队友 有没有队友想要品它 感觉像我大学门口的那条街 这个是什么做的 糯米啊 这串就可以直接拿走是吧 首先它的口感非常的糯 让我感觉吃完之后都不会再懦弱 首先它看起来有点像是糖葫芦 但是我能分清我一点不糊涂 它叫糖油脱脱 外面加了一层糖 我觉得吃完之后我还能再扛 我的肚子吃完它可以再扛两天 现在我把它放到两边 我再吃一吃 它的第一口的感觉非常的脆 解除了我的疲惫 我吃完之后就不会太累 我可以继续吃 吃完再睡 我现在想一想怎么连续 它的味道的话 首先它的味道很好 我不是啊 长得像 刚才有两个人路过说我长得像个明星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一定是个明星 它一个八分 因为它的外形很加分 现在还有三个 你们三个正好可以瓜分 有没有人想吃 我现在的胃已经被这个打开了 我觉得可以吃点辣的东西 吃点印菜了朋友们 好吃好吃 这是什么东西啊 要不到楼道里 是狗才可以 就在这边 因为它的名字叫做网红的魔玉 我看看它能不能够冲出国际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不是我太喜欢 也不知道现在品尝过了几关 我现在已经快吃不下去 这个东西就存在落实中打击 它的口感真的也很奇怪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皮带 就感觉它是皮带的口感 吃到我手软 我继续的吃着它 它不太香 只是单纯的辣 感觉有点像是来自 它的店长会不会打我 我感觉它是工业级的辣 它的slogan应该是用来冲业级吧 我们下一期要请一个嘉宾 有想推荐的嘉宾吗 请不想要邀请到我这个 奇怪freestyle挑战里的嘉宾的名字 发给我好吗 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一期会垂机抽取一位幸运的 好相处的嘉宾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猪油炒饭 你是吃硬鹤的 要拍就拍好看点 肯定好看哦 好吗 炒了 到了快乐的吃饭环节 把我的焦虑环节 现在我们吃的这个叫做猪油拌饭 特别的天真烂漫 吃完眼神都换散 首先它在饭里放了很多葱 我的眼神放空 都飞到上空 像是到了宇宙 浓芸以后 这场下的饭 特别的赞 现在节奏开始换 它里面放了很多的泡椒 有点酸辣 现在说说我的看法 它的味道很好 但是吃多了肚子会痛 不知道压不压得重 但是我现在真的肚子很空 所以我要吃下下面这一勺 再继续 一定要多吃碳水 因为碳水才能够给我们的生命提供 会大的动力让我们继续的 可以继续奋斗 继续的学习 但是一边吃饭一边唱歌不是好习惯 各位也就只能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freestyle的水平太久没练了 所以有所下降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呢 再次让说唱 让freestyle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通过不同的形式 到不同的地方 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件事情要坚持 就是freestyle 如果你有自信 你也加入不了我 还是有点紧张的 说实话 在街上蹲在那里唱 就还是有人有异样的目光 让我想到了刚刚喜欢上 说唱音乐的时候 就是这样 每日每夜的练习 所以我觉得我又找到了动力 希望在今后的节目里面 随着这个节目的一起去录制 我也能够越来越找回到那个状态 甚至是做得越来越好 成为一个freestyle大神 下次再见 Time